主理情緒 第一是親近神 將神常擺在我面前 因得在我右邊 我就不自遙動 因此我心歡禮 我的靈快樂 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就是越親近神 習慣用心靈 整個心靈去愛神 有些人的祈禱是很難得力的 他們怎樣祈禱呢 神啊 我有病了 你快點醫我 我好慘 好多事情都不開心 人們每個都彈我 我一樣都做得不好 神啊 神啊 祈禱 你快點幫我來 人們的祈禱如果是這樣 你是很難有喜樂的 因為祈禱基本上是加強負面思想和情緒 不斷重複那些不好的事 我們多些宣告神的尾線 祈禱的俗念是神 不是人 當你注目在神 人的問題都會放手 你真的很煩惱 你可以怎樣 神啊 我把那些煩惱交給你 就不要說 A君又害我 B君又彈我 C君又不喜歡我 不是他這樣數法 而是說 雖然有人彈我 不要緊的 神你愛我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能夠整天親近神 從神得力 有時你不是馬上處理到情緒 可以做些什麼呢 停一停 當你不開心 停一停 放鬆深呼吸 散步或者運動 其實這都是好運動 運動是很好的 神做人有運動是非常好 希望大家都有一些你喜歡的運動 聽詩歌 想著神的愛 宣告神愛自己 想著自己有的恩典 我就是夢福的人 這樣的時候這些都是會令到我們的人開心些 希望大家都習慣 我是習慣了 我已經成為習慣了 我習慣經常幫我自己開心的 我經常說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有原因開心的 好了 怎樣處理負面情緒 思想情緒 就是在神的懷疑紮根 親吟神得力 清理垃圾 不跟從負面思想情緒 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不過有時人就覺得 不是的 情緒很難搞的 人對我不好很難搞的 就是信了一些謊話 這裡我另外一個鑰匙 就說到留意到的問題 情緒 信神愛我的 正面一點 和清理垃圾 親近神 我處理那些問題 處理情緒 基本上是從神得力 處理垃圾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其實不是難得很重要 不過難就難在 因為情緒是難一點改變 我曾經講過這個大腦可塑性 講到學習人際關係的時候 就是我們每一個習慣 在腦裏面都有線路 很多很多的神經細胞連接在一起 有些人的線路是什麼呢 因為有些什麼不好 都是我不好 那些人壞 我失敗 那些線路全部是這些的 所以他已經習慣了 他必然自己就會不開心的 那我們要改變呢 是需要建立一個新的路線 那新的路線是什麼呢 神愛我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可以喜樂 我可以讚美神 我可以放手 不用理那些人 那些人害不了我的 這些就是神的方法 當我們建立這個線路的時候 是需要時間建立的 不是一下子的 是需要刻意建立 這樣的時候 逐步逐步的情緒就會變得正常 我曾經都幫過很多人在這方面 很多人馬上說 真的鬆了 聽完我說 耶穌很愛你 你很寶貴的 你放手 你讚美神開心 已經開心 那你就讚自己 那跟他祈禱 然後他的人真的就開心了 不過他回家又可能會負面 那怎樣天天停留在一個開心的狀態呢 無論正面或者負面的情緒 在那個路裡面都有一個線路在那裡 問題就是我們可以改變這些線路 好了 睡覺也是很重要的 對於情緒很重要的 你還沒睡之前 如果你想睡得好 放鬆的人 站在那裡 全部肌肉都鬆了 多謝天父 不一定要開聲的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大家起來跟我一起 多謝天父 好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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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優勝言高受我 很簡單 平安 輕鬆 舒服 放鬆了 肌肉 放鬆有程度 你手垂下是第一種放鬆 身體不用你 第二種放鬆是怎樣 你專注在一個部位 譬如頸 脊椎 將它再鬆一點 或者是 我看哪個部份比較容易放鬆 大腿 放鬆的大腿 放鬆的胸口 呼氣的時候 放鬆的胸口 放鬆不是只是不用力 而是一個刻意更加放鬆 這個需要我們多些時間這樣做 有時你坐下你就放鬆 吃飯坐下就放鬆 有這麼鬆也有這麼鬆 臨到睡覺之前 祈禱都是放鬆 然後跟著上床就放鬆了 來到一直想著耶穌耶穌 這樣你就容易睡著 如果半夜醒了 睡不著呢 你就不要繼續睡在這裏 睡不著 睡在這裏是一直睡不著的 那你怎樣做呢 起床 又不斷站著祈禱 放鬆個人 但你可能很懶 不想起床 但你就會一直走 一直走 尤其是想事情 是另一個睡覺的敵人 我們就盡量 那些事情都想通了 那個人都不好 不用再想了 那件事怎樣處理 已經想了 那就明天去做 現在想都沒用了 即是想通了 不要再想了 這個人不要再想了 不值得我去想 那我就不再想了 那只是 啊耶穌真是好 耶穌真是好 耶穌真是好 耶穌很疼我 即是很簡單的意念 那你就會容易睡著 希望大家 你真的試一下做一下 站在這裏 為什麽站在這裏會比坐在這裏好 第一 就站在這裏沒有那麽 祈禱就沒有那麽容易睡著覺 第二 來講睡覺來說 它好像那些 血都聚了下去 因為睡覺的時候你睡不到 你發覺有時候那些血在那裏 那樣跳 那你放鬆的人 那些血下來 那些血下來 心平氣和 那你睡上床 就容易睡著了 OK 好 大家請坐 現在有沒有覺得鬆一點 你放鬆的人 那人真的會舒服 會鬆一點 那這個就是體恤人了 其實傷害我們的人 他們都受到很多傷害 所以我們連恤他 神是喜愛連恤的 那男性處理情緒是喜歡怎樣呢 喜歡躲起來 需要空間 不喜歡太早告訴別人 那就問題解決 就不用處理情緒 這就是男性的處理方法 男性 處理配偶的情緒 就喜歡做救火員 男性處理情緒的方法 其實是 某程度是 是逃避的 不過有些人學到 都是真的會放手 男性 某程度上 是處理情緒 是 因為他沒有那麼賞心 所以有個優勢 但有個不好 就是他會否定 不理會那些情緒 睡覺就算了 看一場戲 玩一下 看一場球 那就放手了 比較容易放手 不去想 男性處理配偶情緒 他就喜歡做救火員 喜歡為人解決問題 認為分擔情緒不能用 他喜歡用行動來幫人 所以 有時候女性未必喜歡他這樣做 因為他只是想幫 他說 有什麼不開心 那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這樣做 我們去玩一下 就是會指令他 所以太太未必喜歡聽到 反而他跟她同行 一齊說 我知道你傷心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樣容易幫到太太 而女性處理配偶情緒 丈夫有情緒的時候 女性又喜歡查根問底 不斷問問 男性又不喜歡說 就是 為什麼不開心 誰氣你 她說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上心 哇 哇 不想說 因為她很喜歡找出根源 想去找出 很想去聊一下 但她又不想聊 所以這兩性的一個困難 這個困難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男性就多些怎樣 聆聽一下太太 回應一下她 我知道你不開心 這個就是人的方面 人可以幫人 我知道你不開心 會的 被他欺負了當然不開心 你會心裡很激氣 我也知道你很激氣 很委屈的 是很不公平的 這件事 我關心你的 就是我們一起祈禱 耶穌幫助你 不要這麼快說祈禱 不過 當她接受她 她說完 女性說完 那些情緒 又會好些 男性就不需要說 可能有時有些男性想說 男性就是讓她靜一下 有時她又會好些 也有男性肯去面對 也可以面對 就是我們知道 原來男女的不同 得性無辱 任何問題都可以用得性無辱 留意到有情緒 有破壞性的 我生命不會好的 聖經教我怎樣做呢 有喜樂的心乃良藥 然後祈禱得到謝罪和力量 然後我選擇 我選擇感謝神而開心 你明明還不開心 我現在選擇開心 多謝天父 我已經開心 裡面還有不開心 但一直讚美神 跟著那些詩歌 你發覺哪些人能幫到你的 跟著詩歌 或者有些正面的人跟你聊天 就不是慢慢說那些不好的事 你可以說的 不過不要重覆重覆地說 有些人來說 是會幫助他 有些人來說 是去讚美神 會幫助他 有些人去運動一下 去一路感謝神 那人的情緒又會好些 那哪一件事能夠令到你的情緒好些 你就持續這樣做 那人就會恢復 恢復 其中一件事神給我們的禮物 就是睡覺 睡醒覺通常情緒好些 對不對 好過昨晚的 那你就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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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有一個人傷害我 我明知道他的問題 我就處理了 思想上處理 他其實是做錯的 他指控我是不對的 我可以不用理他 我可以放手 我當時真的覺得鬆一點 睡覺睡到半夜 一醒來,佛國的胸口是硬著的 我知道還沒有處理好的 但我醒來又告訴自己 其實他是一個喜歡攻擊人的人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放手,我讚美神 我翌日就沒有這個情況 但不代表開心 總之一路一路,日日地處理的時候 就越來越起落了 先到處理情緒,大家有沒有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和很難處理的一件事 有沒有人有一個情況 你可以說出來 你說怎樣處理這個情況 你會吃朱古力嗎? 我們方法有效率由高至低 他總有些幫助 一定有幫助 這個是有幫助 不過幫到多少成呢 是不是每次靠吃朱古力呢 這個是一個短暫的幫助 有一個短暫 我相信你應該會這樣 你是在家裏面 可以測試到社長 才能守著 什麼作為 你以為 在大革命變起 有一個大革命 你也會不足 一路,那一路